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明星,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谭松韵不好意思地说,孙悟空,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男友。 年轻时候的谭松韵是一个在感情中很怂的女生,一旦身边关系好的异性向她是爱,她就会闪躲。 33岁的谭松韵也到了失婚的年纪,她自报了自己的理想型,她公开了五个择偶标准。 第一,她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你,就像孙悟空一样,她总是能够去保护自己的师父,安全感满满。 作为一个女生,谁都会喜欢被保护的感觉,安全感,更是女生所渴望的。 对于颜值,谭松韵还是有要求的,她喜欢帅气的大男生。 第三,不为每次所获,孙悟空从来没有被妖精迷惑,即便在女儿国中,唐僧都快招架不住的时候,她也一直不为所动。 这就是孙悟空身上的美好的优点,谭松韵看重的其实就是忠诚感和专一。 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中,如果要找一个同行,一定是要具备这样的条件的。 第四,情绪稳定,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情绪依然很稳定,找一个情绪稳定的另一半,是可以减轻一半的人间疾苦。 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能够带给人实实在在的舒适感,能够让人觉得春风拂面,安然快意,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救赎和互相依赖。 第五,事实有回应,谭松韵不要求对方一定要幽默,但是一定要事实有回应,把她说过的话放在心上,更要处处为她着想。 综合来看,谭松韵对另一半的要求真的很高,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要求,她不要求对方一定要有钱。 谭松韵也感慨在娱乐圈中找对象真的太难了,看似你遇到很多的人,其实工作结束后就分开了,有的人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其实戏品一下谭松韵的五个择偶标准,圈内符合条件,年龄又相当的,只有罗云熙了,罗云熙是全部都符合的。 当年,罗云熙刚出道,第一部戏就是和谭松韵一起拍摄的。 谭松韵和罗云熙同为四川人,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和人生观,他们都喜欢吃了,都不喜欢吃香菜,都喜欢吃碳水。 谭松韵从来没有忌口,也没有偶像包袱,一直都在大口吃面。 谭松韵还会做饭,做得一手四川好菜,红通通的食物,也都是罗云熙爱吃的。 在人生观方面,他们也有着共同的观念,他们都喜欢舒适,不喜欢把自己逼得太狠。 罗云熙每拍完一部戏都会预留几个月的时间来放空自己,让自己好好休息,很少参加综艺。 最关键的是罗云熙完全符合了谭松韵的择偶标准。 帅气,专一,情绪稳定,世事有回应等等。 罗云熙是一个连玩游戏都不会骂人的男生,脾气非常的好。 在偌大的娱乐圈中,见过无数的美女,罗云熙也从来没有绯闻传出。 如果不是罗云熙已经有心仪的女生白鹿了,会让人以为谭松韵是按照罗云熙来说的。 在娱乐圈中,罗云熙也只对白鹿是不同的。 和白鹿一起的时候,她的大拇指就会不安分地动起来,她连续戴的挨老白的帽子,已经不言而喻了。 而白鹿每一次发的照片中都带有云朵和夕阳,虽然两个人暗戳戳,懂得人都懂了。 罗云熙和白鹿也非常的般配,他们都喜欢唱歌,都喜欢玩游戏,喜欢旅游,不仅三观一致,更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 如今,白鹿才是最适合罗云熙的。 所以,罗云熙和谭松韵私底下肯定是不会在一起的。 当年,谭松韵遇到罗云熙的时候,她还没有现在的成绩。 有的时候,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在错误的时候遇到对的人,只能是一种无奈。 相信,很快会有对的人出现在谭松韵的世界中。 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从价值观,人生观都有着重大的分歧,因此是相看两艳气。 不过荧幕上的眷侣都是从冤家发展而来,想必之后两人一定会换难见真情,互相看到彼此的闪光点。 尽管结局已经注定,不过这打打闹闹,从误解到理解的过程总是让人百看不厌。 这也是这部剧能够吸引观众驻足的原因。 三,王凯沉稳,谭松韵灵动,全员演技令人舒服。 虽然这是一部片偶像剧的剧集,剧中的演员绝对都是用演正剧的演技来出演的。 所以这也使得这部剧和一般的偶像剧有着质的区别,看起来并不傻白甜,反而让人觉得十分舒服。 所有演员中,表现最灵动的,番茄剧认为是谭松韵。 谭松韵身上有一股别的女星难以企及的亲和力,圆圆的脸和笑起来是脸颊上的酒窝都让人容易对她不设防。 尤其是她和王凯叫板的时候,神态里更多的是不服气,不认输,而不会让人觉得她故意瞪眼睛装可爱。 从这一点来说,谭松韵饰演成肖这个角色就已经取得了初步胜利。 剧中还有一段她和自己开了七年的货姬告别的戏份,这种对着死无自言自语的戏码,最容易让观众尴尬。 但在谭松韵的演绎下,能看出一个飞行员对爱记得不舍,而她在离开时也表现得足够洒脱,收放自如。 不会让人觉得扭捏造作。 谭松韵表演上的松弛和自然成就了承销这个角色,要是换一个女演员来演,已经过了爱做梦年纪的番茄君估计一集也坚持不下去。 第二个要说的是王凯。 王凯这回的角色其实挺有挑战性的,因为顾南婷这个角色就是观众熟得不能再熟的冷脸吧总类型。 对于看腻了偶像剧的观众而言,这种角色其实是很难演好的。 不过演过了狼牙榜中的静王,演过了伪装者中的名城,王凯对于如何演好一个高冷酷炫又有血又弱的人物可以说是得心应手。 剧中顾南婷美美和承销争辩识,常常是落于下方的,这时候王凯并不是从头到尾都目着一张脸来演戏,而是会根据双方谈话的进度来调整微表情。 比如,他指责承销不该急速破降时,先是以领导的身份高高在上的态度,而后被对方堵得哑口无言时,有一种克制的愤怒。 而且这个人物是会表达自己的小情绪的。 顾南婷看到承销在台风天打不到车,一开始还好心地过去打算烧他一城,结果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向风而行中的反派角色由刘军来担任。 刘军饰演的是民航部的部长江涛,但这个部长显然有着许多自己的小算盘。 对于把承销调到科院部,一开始,是顾南婷反对,江涛持可有可无的态度。 在面试时,承销为了反驳顾南婷,故意指出了民航飞行过程中存在的违反操作手册的行为。 很不巧,承销所指的那趟飞行是由江涛的小舅子执行的。 而当得知承销无辜中误伤了自己人时,原本还一脸看戏神情的江涛瞬间就垮了脸,虽然没有当场发作, 却在会后改为支持顾南婷的提议,认为民航部不应该招女飞行员。 江涛这脸变得窍无声息,但足见其为人之小肚鸡肠和牙子必保。 如果说刘军是个唱白脸的角色,那么李建一就是个唱红脸的角色, 他饰演的霍运部老部长老蔡绝对是梁氏义有的典范。 老蔡和手底下一众的飞行员都处得像朋友,而且在飞行过程中大胆放拳, 这也是承销为什么会养成随性派的原因。 李建一的戏份不算多,但他用自己的表演交代了女主职场性格的养成, 使得这样的人物性格不突兀,可以说他的亮相比千言万语的旁白解说都更直观。 该剧还有许多年轻演员,像演颂颂的燕子东,夏至的波子成等, 都凭借自然的演技让观众觉得这些年轻的角色可爱不作作。 央视的观众,看惯了老戏古演的戏,对于演员的要求在无形中其实已经拔高了, 因此这样一部以年轻演员为主题的剧能在央视取得收视冠军, 着实不容易,也从侧面验证了剧中的演员都演技不俗。 根据目前的大形式,接下来航空业将逐步复苏, 有更多的人会选择乘坐飞机出行。 向风而行在这个时候播出,驱散了大众心中的飞鞋阴霾, 重新唤起观众对蓝天的畅想,可以说是恰逢其事, 这部剧也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飞行员的专业。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敬请关注哦!